当我第一次听说开曼群岛的时候 应该是在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 不过那一次我听完就忘记了 第二次呢 是我在购买bilibili股票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们的公司注册地点是开曼群岛 第三次是在阅读小米公开招股计划书的时候 他的首页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开曼群岛几个大字 我到现在还记得啊 直到后来呢 我发现每一个中国互联网公司 都是在这个地方注册的 几个比较说能详的 我告诉你们啊 腾讯 百度 京东 还有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张朝阳的苏狐 就连我老婆经常爱去喝的85度C 也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的 据可抗消息统计呢 最近十年来香港上市公司中 75%的注册地址 都是来自这个神奇的地方 除此以外呢 还有谷歌啊 苹果啊 微软啊 脸书啊 美国各大科技巨头也都在那边有他们自己的子公司 在我发现这样惊人的事实后 我才觉得 Oh my god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我决定研究一下这个叫做看男群岛的地方 并且做一些视频 我想这个视频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有钱人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了 并且已经在那边看了公司 穷人呢 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知道这个地方 但我把自己定义成是一个坐在屏幕背后 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会变得有钱的一个暂时性的穷爸爸了 像我这种未雨绸缪的性格呢 导致了他变成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这一期的内容就像每一期一样 是我自己翻阅搜查资料以后写的稿子 所以并没有什么权威性 肯定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好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在加勒比海域中的英国属地 那边气候温和 环境优雅 七英里长的海滩 美丽的生态环境 还有数不尽的珊瑚和海龟 是潜水爱好者的旅游胜地 好吧 这些都不重要 在这个总人口6万的小岛上 注册公司数量已经到达了12万家 那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就是说一个字吧 税 我不知道大家对税是怎么看的 我不知道你认为 它是一个健康和谐稳定社会的基准 还是各国政府对其公民的合法道歉呢 我还是避免这个话题吧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你对税务的关心程度和你个人的财富是成正比的 换句话说你越有钱越在乎税 开满群岛在税务上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个人所得税不用交 那第二呢公司所得税不用交 第三呢资本利得税不用交 第四呢不动产税也不用交 第五遗产税也不用交 完了 其实这个地方的重点到这里为止已经讲完了 至于你怎么看我不得而知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case 苹果的电脑是在新加坡生产 然后呢以200美元的账面价格卖给开在开满群岛的苹果财务公司 然后呢开满群岛的财务公司再以每台900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的公司 然后呢美国的公司再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那边的分销商 这样呢苹果公司在美国卖出去每一台电脑只有100美元的利润是需要交税的 另外700美元的利润呢是留在了开满群岛 规避了税收 加上新加坡的外国公司可以享受免税 这其实便被苹果公司带来了极大的税务节省了 当然我在这里只是简化了这个过程 实际情况肯定会比我说的要复杂了很多 但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另外我视频看条讲的那些中国上市企业 为了要去海外敲个钟啊 他必须要通过一个叫做VIE的构架啊 Connect这个地方就这种构架的典范啊 你可能会问什么是VIE 为什么要VIE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啊 有错的地方你们可以纠正我啊 但是有一部分的事实呢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对于海外投资有很多的限制 其中很受国外投资者青睐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有关的领域 从中国的法律上来讲呢 海外资金是不得通过控股的方式来掌控啊 这些公司的话 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获得海外资金的企业呢 它就一直造成了一道金融技术上的壁垒吧 而这个VIE的这个结构呢 它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一个专业的会计法则 什么呢 那就是它可以允许公司通过合同 而不是通过所有权来控制另外一个公司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 那么通过这种合同的方式去控制另外一个公司 它最终它也会产生转化企业利润 其实就跟之前通过所有权去控制一个公司 它最终能够导致一个非常相同的结果 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可以把这样一个结果纳入他们的财务报表 并且成功的在海外上市 这个VIE的结构呢 它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 最后呢 我想给予一些自己个人的意见吧 对于避税对于离岸资金包括这个神奇的小岛 我觉得其实存在既有它一部分的合理性啊 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避税呢 就觉得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 甚至前一世里呢会把它央模化 有一种这样的主观吧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与生俱来 作为每个国家的公民 对当地政府的税收制度 下来的完全服从 这一点是有一点联系的吧 但是我觉得站在今天的这个角度 看这个世界啊 公司的成立不再只是停留于几个人 一起合伙 开一个实体店 面对的只是本地的消费者 而更多的情况下呢 像一个网络项目啊 它从研究到开发到制作 到设计到推广到众多的运营环节 它都是在一个全球交叉性的环节 环境下去完成的 最终的这个产品呢 也许会以一个IP啊 也就是知识产权的形式 来卖给另外一个国际化的互联网公司 那么在这当中产生的成本和利润呢 我觉得就不单单只是几个字 就可以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务法律去划分界限 并且清楚明白的给予一个税务的鉴定